北京时间8月21日,朱婷好友刘威廉晒出了她在香港接受治疗,以及充当她女儿排球教练的照片。 关于朱婷那些误解也解开了。 这也是为什么朱婷今年没有加入中国女排集训以及征战比赛的原因,她受到了伤病困扰。 刘威廉提到,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和康复的朱婷来香港检查,她义不容辞全程陪同。 以前朱婷来香港打比赛,郎导给队人放假,但是朱婷不肯出去。 这次,她好好当了一次东道主,邀请朱婷和姚迪住在她家,并且安排了游艇出海,还为姚迪举办了生日会。 刘威廉的女儿因为朱婷爱上排球,目前在学习打排球。 朱婷还特意指导了这位小女孩。 刘威廉感叹,时间太短,当运动员不容易,当顶尖的运动员更是难。 刘威廉晒出了一张朱婷在医院接受治疗时,护士在抽血的照片。 刘威廉没有提到朱婷的具体伤病。 但是,既然朱婷今年没有加入中国女排集训和打比赛,那就说明她确实有伤病隐患,必须要休养和治疗。 事实上,朱婷在上一次奥运周期,就吃了拖延治疗手腕伤势的大亏。 朱婷早就有手腕伤病,但是一拖再拖采用保守治疗,结果在奥运会上她的手腕伤势爆发,严重影响个人表现。 这次朱婷采用更加谨慎对待伤病的办法。 客观来说,今年中国女排的比赛任务并不重。 奥运会资格赛和亚运会比赛,中国女排没有朱婷也能轻松过关,那就没有必要让朱婷来冒伤势加重的风险。 只不过,中国排鞋和教练组有必要说明一下此事,就是朱婷因为伤病需要休养,免得外界胡乱猜测。 朱婷的事情让人难免想起,当年王志志在NBA打球的事情。 蓝鞋征召王志志打亚运会,但是王志志那时候希望打夏季联赛,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好的NBA合同。 双方在沟通上出现问题,导致了王志志一度被蓝鞋封杀多年。 曾经有人拿诺维茨基比王志志更愿意为国家队作战做比喻。 但其实情况根本不一样,人家诺维茨基是独行侠一心培养的球员,不需要为合同担心。 后来诺维茨基自己也多次没有参加德国南篮的比赛,就是想要休息。 反而是回到中国南篮怀抱的王志志在退役之前,年年为中国南篮征战。 但事实上,一位运动员使用过度,对于身体会造成很大伤害,影响职业生涯。 姚明就是因为过度劳累,伤病潮袭来,最终早早退役了。 朱婷在这个奥运周期需要得到更好的休养, 这也是为了明年奥运会朱婷能恢复最好的状态。